又到了这一对好兄弟 接下来不再是非A及B的问题了 开始之前沈腾哥在我耳边 没有麦的情况是 咱说第一个 我就觉得你们差不多摸出门道来了 刚摸出门道 接下来是开放式的问题 你们俩谁更抠 我 对 这么整齐的我 你是杨迪 你是腾哥 请问你们俩谁的女粉丝多 后者 什么叫后者 因为刚才沈腾哥跟我说 待会儿说后者 结果他不说名 脑子起码转一下吧 腾哥 是他没转 别作弊了 行不行 你们俩谁不好笑 杨迪 可以可以 奉献精神 呆不下去了 请问小彤的身高是 172.4 172.4 你都打不出来 你为什么知道 有灵有整的 就压题了 没有这个真的 这个因为他每次都会说 见面的大家你好我是172.4是吗 然后他 不是 因为蔡老说我1米85 然后我就说我是1米72.4 肯定确实是1米85 过了 你咋连自己身高都说不对呢 请问 腾哥微信的逆称是 解惑大师 腾 腾哥微信的逆称是 大洋腿 腾哥你什么时候换进大洋腿了 我那还是解惑大师 最近一次联系腾哥是啥时候 也是送金币是吗 提到小彤第一个想到的是谁 这还想不到 我们都想到了 这还不知道吗 仙女 说到小彤第一个想到的是谁 仙女 这小嘴甜的 这小嘴甜的